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田仙老师 那么今天又是礼拜六了 又是跟大家聊天的时间了 田老师最近喜欢用Timing的视频打卡功能 去记录自己的学习工作 毕竟从第三方视角去看自己的工作 学习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新鲜的 昨天我把Timing的视频 分享到了我的朋友圈里边 然后随便起了个名字 叫做自律 然后我还好死不死的 还把自律这个词说了两遍 所以名字就叫做自律 自律 后来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亲爱的基娜老师 就给我留了一个言 她的意思是说 她在有的时候就多多少少的 就缺少那么一点自律 我是怎么回答她的呢 要是我是一个IT宅男的时候 直男的时候 我会说 那就让我们一起成论吧 但是昨天我给她的回答是什么呢 你们可能想不到 我给她的回答是 我非常真诚的说 这就对了 实际上在田老师看来 绝对的自律 其实是一种无用功 后来呢 我跟基娜老师 我们俩因为这件事呢 我们俩聊了挺久的时间 那么我们彼此呢 都有很多的这个启发 包括呢 刚才我在拍这个视频之前 我们还在聊这个问题 说到自律呢 它的更上一个层次 实际上是个人管理 或者叫做自我管理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稍微的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自我管理这个话题 我是从2014年开始 去意识到自己 必须要发生改变的 所以从2014年开始 我就在寻找一条 自我管理之路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在B站里面发的另外一个视频 讲那个PHP编程的视频 里边的案例 其实还是关于这个自我管理的 从2014年开始呢 我开始有计划的去学习 那学习的内容呢 就是根据我的职业的愿景和使命 去拆分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去积累各种各样的实践 2014年结束以后呢 我就从之前待了很长时间的 那个公司离职 2015年我去上海 基本上一年的时间 都在上海在创业 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 把上海那家公司稳定下来以后 然后2016年开始呢 因为我上海公司 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了 所以我就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呢 我干嘛呢 我当时就给自己找了一个主题 就是我需要去改变自己 怎么改变 什么东西没做过 咱们就做什么 自己在哪个方面比较欠缺 去补什么 所以专找这种偏难显怪 这样的项目去做 做危机项目挽救 做这种项目级的这种整合 然后做这种组织级的 整个公司的这种建立 然后摊愈到下属集团公司的 这种初期的这种草创的过程中去 然后经过了三年的 这样的自我折腾以后 2008年我又折腾一遍自己 我怎么折腾呢 我把自己在过去三年里边的建立的知识体系 我把它完全的推翻了 推翻了以后呢 重新构筑了一套新的一套知识体系 2019年开始 用自己新的这一套的 一整套的知识体系 去开始折腾新的商业项目 开始折腾新的职业发展 然后这是我这几年的一个过程 到了2020年 虽然说我也受到了一些新冠疫情的影响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之前呢 我在圆圆老师的这个新火成长营里边 我曾经说过 我当时压力最大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当时大家都听了都好笑 我把这个状态呢 总结成就是好死不死的这个状态 就是早晨起来 想想今天还要上班 觉得今天自己死定了 然后呢 通过自己一天的努力 下班的时候觉得 嗯 好像还可以 就是这样的一种 好像要死 但是好像又没死的状态 这实际上是一种压力非常大的状态 我是处于一种即将崩溃的一个临界值 在这整个的过程中 其实是高度依赖自律的 所以呢 我为了自律 我干了什么事呢 我依靠了一个24小时的时间管理 这里边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24小时的时间管理的 这个整体的计划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边呢 左边从上到下 这是从一天的零点 到另外一天的零点 这是最左侧这一列 然后接着这是一个完整的12天的计划 然后基本上当天的计划会在第三列 也就是说我在管理时间的时候 我还要考虑后边的时间 这里边因为是24小时制的 所以在这里边 所有的这个休息 也都是在计划之中的 也就是说我到底说睡多少个觉 这个东西是要遵照计划执行的 然后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流程 所有的这些流程 比如说这是我从早晨起床开始 然后每一步要做什么 然后这是在家里边要做什么 这是在图的时候 我在路上的时候要做什么 然后我在公司里边 我的一个大致的流程是什么 然后晚上下班之后 这里边的流程是什么 还有if else 对吧 还有选择逻辑关系 那么这是这个 然后所有的褐色的部分 它都是有子流程的 为什么要做流程 做流程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能够把很多的事情效率化 这是当时我最难的时候的一种 24小时的这种时间管理的这样一种状态 那有些追求自律的同学都跟我反应过 哎呀田老师你这个状态太好了 你快教教我们到底怎么做 但是这里边我要说 经过了这个过程 而且经过了两三年以后 我其实发现个人管理这么管 如果能把它彻底的管透的话 这件事就太简单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是人 咱们不是机器 咱们不是没有感情的 所以呢 从2019年开始 我其实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个人感情 它追求的更多的是平衡 有些事情我们要追求绝对的效率 刷牙 三分钟我必须完成 我要严格的控制在三分钟的时间里边去 田老师这个头发又短 所以洗澡 洗澡的时间是多少 刷碗刷碗的时间是多少 这些东西你可以尽可能地管 对吧 当然你也未必非要追求那么快 但是还有些事情要慢下来 比如说陪伴家人的时间 陪伴父母的时间等等 我们需要达到的一种平衡 大家很多同学都知道 田老师是叫项目管理出身的 那么从项目管理的角度上来讲 第一件事我们要构建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首先要聊一下 就是个人管理这件事 到底要包含哪些东西 你可以自己去想一想 你觉得个人管理里面包含哪些东西 有时间管理 对吧 然后你也可以包括职业规划 对吧 这些东西 后来呢 经过了各方面的思考 我把个人管理呢 自我管理 我把它分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 叫做什么呢 叫做十个维度五个层次 有些同学了解田老师的 一听十五 五大国政组十大知识领域 田老师您不会又拿PMP那套东西来骗我们吧 反正田老师讲PMP那套东西 怎么会骗人呢 就是说又拿这个舅舅装新品对吧 嗯 但实际上田老师要告诉你们 我这个东西还真是跟PMP那套东西 从结构 它就不是不是二维矩阵了 不是单纯的二维矩阵了 它的内容基本上也没有重合的地方了 那么好 我们来看一看我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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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 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好的 那么我们开始一块白纸 然后在这个白骨上我们认为呢个人管理的核心是什么 个人管理的核心是健康管理 毛鲁说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先把健康管理管好了才能说别的东西 OK 这是第一层 第一个层次 就一个维度 就是健康管理的维度 然后接着我们说另外两个维度 是第二个层次的 一个叫做时间管理 一个叫做经历管理 那么时间管理 现在网上这种课程是特别的多的 无论是这个在线课程还是面手课程 那么经历管理是什么 其实经历管理和时间管理是略有区别的 区别在哪呢 就是你在管理你的经历的时候 是和人的特异性有关的 你说时间管理的原则 比如说要是优先原则 这些原则基本上都是行业通行的 对吧 但是我们的这个经历管理 那么它需要尊重人的个体的差异 个体的本性 那这其实是我们的第二个层级 然后接着我们看第三个层级 第三个层级是有三个 第一个叫做目标管理 我相信我们很多同学 对目标管理都很熟悉 那田老师作为一个讲试样规划的讲师来说 那么目标其实是你对你自身的未来的定位 我之前也分享过我的个人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在你现在的状态和你的目标 在通向你目标的道路上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叫做情绪管理 在中国的人文历史上 有一个做的最不好情绪管理的人 这个人叫周瑜 所以这个人被一个叫诸葛亮的家伙给 山野村夫给气死了 对吧 所以情绪管理在我们很多时候 它都会是非常的重要 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田老师培训的学员里面 可能有40%到45%都是项目线上的同学 项目线上的同学 你作为一个项目经理 你天然会受到你的领导 甲方爸爸 以及你手下团队这些人三方面的压力 这三方面的压力是长期的 我们之前在北方有一句话 形容上有哥哥姐姐 下有弟弟妹妹的这些人 这些人 我们把这些人叫做二家脖子 但是项目经理 尤其是乙方项目经理 很多时候都是三家脖子 对吧 甲方项目经理呢 更不好混 那之后在项目管理的课里面 我们再说这些东西 我们这里面就不细说了 一个好的情绪管理 对于实现目标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接着下一个叫做欲望管理 人有七情六欲 欲望这个东西 今天田老师喜欢一个这个东西 我想买 然后明天我想买这个东西 然后怎么着怎么着 我想学这个学这个 我的欲望呢 说实话 我在购物上的欲望还有限 因为田老师你可以看到 田老师的衣服 也都是一件衣服 穿好多年的这种 我在这种物质欲望上的 我在物质上的欲望 会相对来讲少一些 我在什么上的欲望会特别多 就是我觉得我什么都想学 所以你看我是一个干项目出身的人 然后我又能做全面预算的人 然后做这个组织的培训计划 做组织的培训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之前还管过销售团队 关键是我还是成学而出身 所以我现在还能讲PHP 我会觉得我什么都能干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必须要有我的专精 那么这个东西我可以当成一个兴趣 那这个东西可能是我的一个工具 我必须要掌握到我的主线 我必须要把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跟我的主线能够去搭上一个关系 否则的话这件事是不能做的 所以这又是一个欲望管理 然后在欲望管理之外 第四个层级是我们的知识管理 还有我们的能力管理 那么知识管理很简单 我们之前说过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 那么现在大家对知识非常的饥渴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知识管理的 这个建立自身知识体系的这种课程 今天我们就不说了 还有能力管理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你是在技术上面 你就能够一锤定音 你还是说你在讲演上面特别好 还是说你在其他的一些方面特别好 或者是你天生就是长得好 这也是一种能力 为什么呢 长得好的人 声音好的人 在很多时候 在管理团队的时候 在进行销售的时候 跟在进行沟通的时候 你天然占便宜 这就是想当当的能力 对吧 那么这是第四个层级 接着我们看第五个层级 第五个层级是什么呢 关系管理 行为管理 这是第五个层级 我们人都是在这个社会上活着的 想成功 你必须要去建立商业关系 这是对外的 建立同事关系 这是对你的组织内的 还有建立亲密关系 这是对你的家庭的 对你的父母的 对你的孩子的 那么所有的这些关系之间 也需要进行平衡 那这个平衡就是我们的关系管理 还有行为 你对你自己行为的管理 哪些事情你要做 哪些事情你要不做 哪些事情怎么做 我们是不是有些东西 我们要增加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仪式感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行为管理 这其实是给大家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自我管理的一个逻辑 那这个逻辑呢 有一些特点 那我们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在这里会画一条线 这个线呢 我们画在哪了呢 我们画在我们的第三层了 从第三层望 我们的方向是反的 望左 望你们的左来看 实际上你会发现 第一层和第二层是针对的是人的生物学本性 我们的人既有生物学的本性 然后又有社会性 所以其实人是在 人在进行自我管理的时候是很纠结的 所以的话呢 健康管理是 我们要维持我们人的这种生物学本性 你要保持健康 然后通过时间管理和精力管理 其实也是在保持健康的一个过程中 同时它也要平衡你作为这个一个社会人 你的学习 你的各种各样的事物 对吧 然后接着第三层实际上就是一个核心 就是我的目标管理 我到底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要给自己一个愿景性的清晰的定位 之后是我们的知识管理 第四层第五层 你会发现第四层第五层 这个东西是别人看得见的 别人特别能看见第四层和第五层 尤其是第五层 人家打个照片 一看这个人说话 然后跟你聊二十分钟 看看你的谈吐 就知道什么了 就知道你这个人知识渊博 或者你这个人就是个老农民 什么都不懂 或者他会觉得 这个人很干练 这个人这个推项目一定特别好 对吧 这其实是我们的第四层 第五层 这些东西 我通过在构建关系的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方面 我们观点不一致 那观点不一致怎么办 我们得争论嘛 沟通嘛 那有效的沟通 我们无论是用暴力沟通 还是用非暴力沟通 那么我们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中 你的水平是多少 那这个东西外人一看就看得出来 那么不好看的是什么 从第三层开始 我们就不好看出来了 对方的商业路径到底是什么 对方对自己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对方喜怒不形于色 还是说这个人就根本就没意识到 他受到了冒犯 对吧 那至于时间管理和精力管理 那这件事情更不容易被外人看到 那健康管理也是 你知道田老师今天感冒了 或者什么了 或者什么了吗 对吧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哪些东西你是能藏起来的 哪些东西你是藏不住的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 通过个人管理的这个十大知识领域 和五层结构都跟大家能说清楚 对吧 所以这也是我最近的 这一段时间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 对自己的一个定义和思考 之前呢 我就在用地球这个模型 来定义自己的知识体系 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构 现在呢 我又用了这么一套东西 来定义我全新的这样的个人管理的结构 可能我会和我的PHP那个课一样 一到我去同时做一套那个什么工具出来 那么这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一些 我最近的一些思考吧 跟大家汇报一下 好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 随便巴拉巴拉聊这么多 如果觉得有收获的话 点赞 订阅 分享 今天我终于说出这句话来了 作为一个合格的UP主 对吧 OK 拜拜 拜拜